1月3日是聚和拉诞辰 他哥哥在个人社交网站 晒多张聚和拉的生前照片 佩文称 每年的这个时间都会给你送上生日祝福 这是最后一次了 祝福你 在那里没有有旅 只有开心幸福 据悉 韩国旅行聚和拉在2019年11月24日被发现身亡 至今虽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但仍让许多亲友难以接受 近日 聚和拉生前好友金希彻 在直播中谈起了崔雪莉和聚和拉一事 表示心里仍然感到非常难过 金希彻还说道 现在对于崔雪莉和聚和拉 他什么都不想再说 因为害怕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都被成为媒体各种猜测性的报道 所以还是不说了为好 并表示 自己会一直将对崔雪莉和聚和拉的怀念之情 永远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中 可我浪费着我寒冷的年华 感谢大家的感谢 感谢观看